星期三加油站 上帝的恩典 陪你走过人生的每一站 圣诞节快到了 你想收到怎样的圣诞礼物呢 这个问题如果问我家的两个小朋友 他们会兴高采烈 眼睛发光 只要他们一谈到他们想要的礼物 他们就会非常的兴奋 你会看出来那份礼物真的是他们很想要的 但是如果我去问我的父母 两个老人家 问他们圣诞节你想要收到什么礼物呢 他们大概就会觉得无所谓 不要浪费钱了 这大概就是他们的反应 那么你呢 圣诞节你想收到怎样的圣诞礼物 最近那个网购的广告打得很火红 什么Shopee Lazada 原来双十一有优惠 双十二有优惠 我想圣诞节当然也是有优惠的 这种优惠是在鼓励消费 鼓励你去想你要拥有什么礼物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因为这个广告 或者说你本来就是有去做网购买礼物 但是我真的希望你借着今天的星期三加油站 停下来想一想 这个圣诞节 你希望上帝送你一份什么礼物呢 认真的想一想 你希望上帝送你生命的祝福呢 认真的去想 并且认真的去祷告 如果你真的希望收到上帝的祝福 你为这件事情祷告 让自己受上帝的赐福 祝福这么重要吗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诗篇 诗篇第六十七篇 我会读第一到第五节 愿上帝怜悯我们 赐福给我们 使他的脸向我们发光 好让全地得知你的道路 万国得知你的救恩 上帝愿万民称谢你 愿万民都称谢你 愿万族都快乐欢呼 因为你必按公正审判万民 引导地上的万族 上帝愿万民称谢你 愿万民都称谢你 这是一首很美的感谢赞美诗 以色列人一开始就向上帝求什么呢 两样东西 首先求上帝的怜悯和帮助 因为他们知道自己不过是个罪人 接下来他们就求上帝的赐福 这个福是一个全面的福气 它不只是指心灵上的 灵性上的祝福 它同时是指的身心灵的一种整全的福气 包括物质上的祝福 包括土地上的收成 他们也向上帝求祝福 并且很奇妙的是 诗人没有停在这里 当他们求上帝的祝福了之后 他们就求上帝使他的脸光照我们 你想这是多么美的画面 如果你抬头就看到 上帝的那发光的脸在向你发光 你一生都在上帝的祝福里面 一生走在他的道路上 这是一种多么的幸福 多么蒙福的画面 而且诗人也没有停在这里 诗人继续 他接下来是求万民都得到上帝的祝福 万民都来称谢上帝 因为万民都得到了上帝的祝福 这首诗歌突破了以色列人的那种狭隘的民族思维 并且他对我们的影响是什么呢 他碰触到了我们生命中的一个核心 这个核心是一旦你真的蒙福 一旦你真的真的体认到你是蒙福的 你是受祝福的 那么自然而然 你会为普世 你会为万民求这个祝福 这是自然的 是自然流露的 一旦你成为了上帝的祝福之后 你蒙受了那个祝福之后 你就会成为他人的祝福 这是一个很自然 却又很奇妙的过程 我最近读一本书 我受了很大的启发 是一本很棒的小书 我很认同 作者认为 他说人怎样是最快乐呢 原来人最快乐不是得到东西 而是分享出你的生命 而是成为别人的帮助 而这个帮助就很有趣 它不只是指那种物质上的帮助 它指的是生命的一种分享 这个作者要我们想一想 他说什么人对我们最有帮助 当然如果我们家水猴坏了 有一个朋友他会帮我们修理水猴 那当然对我们是很大的帮助 但是对我们最大的帮助的人 让我们最能够感受到蒙福的 是那个他的生命 可以跟我们分享 很深入的分享 并且很自在的分享 让我们感受到被接纳 这个是很大的祝福 是人给我们的祝福 而我们也可以给人这样的祝福 而当我们把我们所受到的祝福 给人的时候 那是我们最快乐的时候 作者举了一个例子 他说当妈妈 当一个妈妈看到他的宝贝 然后宝贝对他笑 妈妈是非常非常的快乐 而且这是一个很美的画面 妈妈白般的去爱这个宝贝 然后宝贝感受到宝贝回报妈妈笑 这个笑是很自然的 而妈妈看到宝贝笑 妈妈自然就完全的喜乐 完全的喜乐 这种双向的生命的分享 是非常美好 非常美丽 一种生命的升华的画面 作者要我们想一想 我们的生命岂不是也是如此吗 当我们分享 然后我们看到别人的喜乐的时候 那才是我们生命中真正的喜乐 而今天这首诗篇 诗篇67提醒我们 真的 我们要知道自己是蒙福的 时时蒙福的 时时刻刻蒙福的 每一天蒙福的 在大事小事上都知道 自己是蒙上帝祝福的 那个时候 当我们生命当中 有一份坦然 自在 喜乐 圆满 我们有盼望 我们有平安 我们有上帝的爱的时候 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生命 很自然的 跟人分享 不是刻意的 而是在我们跟人说话 跟人讲话的时候 跟人微笑的时候 跟人分享的时候 甚至是当我们把心底的那种 深藏在里面的阴影 那个曾经受过的伤分享的时候 原来那个时候 那种分享也是可以使人蒙福的 我刚才问大家 这个圣诞节 你想要收到什么礼物呢 我想有一份礼物 是大家都需要的 不是只有基督徒需要 是大家都需要的 就是我们的生命 是蒙福的生命 真正蒙福的生命 并且我们可以 使人也收到这份祝福 就像妈妈看到baby的笑 妈妈满心欢喜一样 这种喜乐是可以分享的 我甚愿你在这个圣诞节 向上帝求 求你收到这份祝福 并且呢 求你也成为别人的祝福 上帝的祝福 就是这个圣诞节 最美最好的礼物 我们来祷告 天父上帝 我们现在要学习诗篇第六十四 第六十七篇来向你祈求 上帝求你怜悯我们 帮助我们 求你赐福给我们 求你将你的脸向我们发光 让我们领受到你的祝福 让我们心里面 有满满的祝福 平安喜乐仁爱 你满满满满满的给我们 然后呢 我们在我们自然流露当中 当我们所接触的 我们所走过的路 我们所说过的话 我们的微笑 我们的言行 都成为别人的祝福 是的 父神 今天我们向你祈求 我们首先领受你的祝福 我们首先领受你生命的圆满 求你祝福我们 使我们成为家人的祝福 成为朋友的祝福 成为世界的祝福 谢谢你天父 垂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的名求的 Amen 这是我最后一次 录制星期三加油站了 虽然是最后 我的最后 但是我相信 上帝的恩典 永不中断 愿上帝祝福我 祝福你 祝福我们大家 再见 祝福我们大家